現在呢 我要來為大家揭曉這個最終的結果 不過 首先呢 當然我們要從每一次的比賽當中學習 所以呢 先讓我邀請我們所有的評審老師 來到我們的舞台中央來為我們進行講題 好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評審老師 呼叫我們的大可老師 丁丁老師 正妹老師 易德老師 小雞老師 小黑老師 還有我們的林雲 一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我們所有的評審老師都非常的辛苦 今天呢 除了我們所有的選手真的是用盡全力在展現自己之外 現在呢 老師們算是呢 絞盡腦汁 因為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組別 而且我們要每一組呢 都依照我們老師心中呢 最正式的一把指來為各位進行最公平公正的評斷喔 所以我相信呢 這兩三 欸 老師 老師 請往前 請往前 老師 請往前 是的 那現在呢 就要邀請老師呢 來為我們整體 進行一整個整體的講題 就是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呢 有大專組跟那個高中組嘛 那就請老師呢 偷偷這個總獎評一下 那我們首先呢 邀請到的是我們的 一直舞蹈不停的大可老師 來為我們做獎評 喂 嗨 大家好 我是大可 好 就是大概講一下 如果 我的想法是 如果你是自己排舞的人 大家可以回去再想一下每一段的架構 很建議大家可以畫出時間軸 然後自己想一下每一段的重點 不然 有時候會 可能都太high 或是都太平 或是太流動 這樣子應該 不管是高中大學 都是可以使用看看 然後 呃 如果是高中生的話 我覺得可以稍微再多看一點東西 然後基礎再練一下 對 很多排舞動作都很厲害 可是 身體素質有點 是負荷不了 就會蠻明顯 在舞台上的長力就會差很多 然後 很多 講一下我自己的風格 因為我是waker嘛 然後 今天很多人有waking啊 bogging啊 dance hall啊 afro 我自己覺得 呃 如果你用一些你平常不擅長的東西做 就會其實蠻扣分的 對 所以 如果你用那些音樂我覺得可以 可是你可以再想一下 不一定要就排waking 就排bogging 那如果你要排 我覺得就可能再多去上一點課 會看起來比較不會有破綻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 對 好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好 我們感謝大可老師 老師 眼睛是非常力的喔 有破綻 一秒看出來 所以大家還是使用出自己的拿手絕活 才是對的啦 這是什麼意思 老師 肌肉的意思 沒有 這個在bogging裡 比這個意思是element 就是你的基礎 就是你的基本動作 對 element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 林宇 做柔影的林宇 來跟我們做個講解 我派了我第二個分身上來 我現在快掛了 呃 總之呢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的差不多了 結果我最在乎的態度一路準度 然後再來我才是看你們的風格 所以我覺得我直接講 我覺得特別印象深刻的團體 我覺得高中組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HRC Beast Lady跟八個人 我覺得很屌 然後 哇 被評審點名 很屌的問題 我覺得這三個東西 就他們一上來 可能跳了一二十秒 然後這三個東西 就我已經全部打勾 然後後面就是 直接看他們 要闡述的故事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完整度非常的重要 所以唯一 唯二完整的 我覺得就是這兩個組 然後 大專組的話 我覺得 呃 名字唸出來原不亞觀 但是圓名教話縮寫by two 我覺得也蠻屌的 然後還有 RICE也很帥 就這兩組也一上來就 各項技能都點滿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跟 多跟 這些組別去學習 當然我覺得互相學習啦 像有一組 裡面有金金的喔 就我覺得每個人的實力 水平是非常的平均的 我覺得看排舞很重要的是 我不太會只看center的部分 我也會一直故意看 左邊右邊 到底有沒有左中右的人是balance 所以我覺得各項素質應該是要balance 去達到 才會 容易有好成績 然後 希望大家都 可以一起 變好 然後一起繼續愛接舞 謝謝 謝謝林玉老師 直接搶走了主持人的工作 辛苦 剛剛也講到不一定喔 不一定是我們入圍的組別喔 大家還是要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邀請正妹老師 來我們進行講解 嗨 大家 我是正妹 那我快速的講解一下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些想法 就是 大多數的 剛開始跳舞的學生 你們可能會比較少去注意到 下盤的力量 但我只能跟你們說 下盤的力量會 讓你在台上的穩定度 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除了上半身的訓練 大家要多花一點時間訓練你的下盤 然後 跳了一段時間的人 你們可以試著去把身體的控制 或是 isolation body control 這些東西 更加強 然後 最重要的是 整個團體裡面 在看台舞的時候 要的是你們團體的默契 而不是 一個人獨秀這件事情 所以 他可能跟個人的battle 有很大的落差是在於 我們評分通常是看一整個團體 他帶出來的氣氛 或是環境 或是給我們的感受 那 大家如果你們在團體生活裡面 可以試著找到更多的 團體生活的工作的方式 不管是與人相處 或是 跟人的 人際關係 試著保持得更好的話 你可以讓舞蹈的方向 整個團體的水準會越來越往上 OK 然後 最後想要跟大家講的 不要管輸贏 不要管名次 你只要堅持了 所有東西都是你的 謝謝 謝謝 謝謝順便老師 還是我們講到了 人生道理 怎麼生活跟街舞 是融合在一起的 有一樣的道理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 易德老師 來為我們進行講評 哈囉 大家好 我講一下幾個重點就好 我覺得高中組的話 就是我覺得很多時候最重要 還是你們的基礎 Foundation 跟你有沒有真的站上這舞台 想要表現給評審或台下的觀眾看 我覺得整個你們的態度 還有在戶外 更會看出剛剛正美老師講 你們的下盤 穩不穩 尤其是舞台我知道 戶外的舞台 更需要去挑戰 所以還是要再把Foundation練好 不同的Style 這個我覺得 對你們現在是最有幫助 再來呢 我覺得大專組的部分 我覺得 我看到蠻多蠻酷的創作 然後很多不一樣的 我其實很鼓勵創作 我覺得有自己的不一樣的風格 那這些留下來都會是蠻好的 但是比賽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勝負高下 所以呢 我覺得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們這一個作品 他的整體的flow 他的整體的energy 他的整體的情緒的力量 如果說可以 我是一直都很high 那是不是我整體的energy 要再更拉高一個level 然後呢 或者是你整體的flow 是不是要再做的跟不一樣 或是更有你們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這一些 然後呢我覺得不管名次如何 你繼續創作 這都只是一個開始 繼續努力就對了 每周日晚見八點 請收看 OK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反正呢大家都知道啦 大家聽得懂就好啦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邀請小雞老師 也來為我們進行講評 哈囉大家好 我小雞 我主要有三點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今天這樣看下來 就是第一個就是從音樂去切入 就是因為今天看到蠻多 表演比賽的團體 他們會用很多那種節奏很快 或者是DJ remix 很多很多碎拍的音樂 那如果你今天你要去選擇 這樣子的音樂的話 你的編排跟你身體的強度 你就要去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你的身體沒有辦法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你就不要這樣拍 因為你只會在台上讓自己表現沒有那麼的水準 拉那麼高 然後 第二個是畫面的編排 因為今天看到不管是高中組或是大專組 會分成滿兩個大項目 一個就是人超少 雙人組 一個就是人超多 大隊形 所以針對這兩個的話 我覺得人少的部分 你要去好好的去思考說 你跟你的隊友 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互動 你們的交流 然後你們情緒的流動 是不是在這整體的音樂裡面 而不是好像各跳各的 然後把這一分半兩分鐘把它配完就沒事 然後人多的部分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畫面的設計 你要讓評審讓觀眾很明顯知道說 你現在這個人 很多 有蠻多畫面是很多 有些人 可能會有一個人噴出來 但是那個噴出來的瞬間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 或者是他安排的角度 他安排的隊形 是不太恰當 所以如果說之後要做這樣子的畫面編排的話 也可以多多去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拍下來 然後 如果你把自己當成是評審或觀眾 當你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很驚艷嗎 還是會覺得只是一個拍 一個拍點的感覺 那相信你有這樣子的去做更多的功課以後 你做編排會有很多很棒的想法去做修正 然後 關於人多的部分啊 其實隊形 因為一分半兩分的東西就是咻一下就過去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覺得如果今天這首音樂 它是一陣風的感覺 它是一股流動的感覺 當你在聽到這個音樂 你要去做編排的時候 你閉上眼睛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音樂的段落 它會讓你帶到哪一個空間感 你去做這樣子的層次 你去做這樣子的呼吸 然後你再去做隊形的編排 都比較會比你是整個舞都排完了 然後再來想我們現在來畫隊形 我們現在來切隊形 因為這樣你會變得很一段一段 你沒有辦法跟著音樂的呼吸去走 我覺得這個今天有好幾個團體 我不知道有沒有晉級 因為你們的名字都好難念喔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很多的畫面 我看了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包括高中組 包括大專組 我覺得都有很棒的水準 最後一個就是 情緒的投入 欸我會不會講太久 喔還好 不會 因為呢 大家在那裡 對嗎 對嗎 欸不要 那我要說 學習更多 我要展現我的下盤 下盤 喔 好啦 老師我們需要實際操作 這個講解 我可能聽太懂 我們可能需要你去做 我們就由下盤 這個我的正妹老師來示範 對 這應該是情緒的投入啦 就是 我覺得在舞台上就是 你會去展現你 你在練習的一個最大值 因為大家都會想要做到最好 然後最完美 所以舞蹈本來就是去呈現你 你內心的想法 然後跟音樂的結合 所以我覺得 身心靈的結合 這件事情非常的難 但是呢 講簡單一點就是 你要讓人家覺得 在看人的舞蹈以後 你會覺得 我不會去太在乎 你的外在 你的妝 而是你真的是從心去出發 然後去感受這個音樂 在這個舞台上 也許今天這個舞台 大白天 它可能沒有那麼多的燈光 去讓你鋪陳 但是你今天好好靜下心來 然後你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相信評審跟現場的觀眾 一定都可以去感受到 你對你這支舞蹈的用性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想要講的 謝謝 老師講得太好了 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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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反正是重新出發 就回歸最原本的 如果素顏 然後穿得很服素 也沒有燈光 跳得好就是跳得好 那我們呢 丁丁老師來也有我們邀請 丁丁老師也來幫我們進行一下獎評 大家好 我是丁丁 首先我要講就是我今天蠻開心的 我看到蠻多團體讓我蠻驚豔的 就是看了覺得有一點覺得 哇這舞不一定排得出來這樣 然後也覺得大家很辛苦 因為比賽很累 然後要練習 然後又碰到疫情 然後先跟大家說辛苦了這樣 然後我要綜合就是正妹老師跟小基老師 就是畢竟是排舞的比賽 所以我們的團體精神很重要 那我今天有看到一些團體 其實看起來整體很很強 或者是力道很大 可是可能裡面就會有一兩個 跟這個團體的人好像是不太一樣 可能力道小一點 或者是他的投入的程度少一點 所以我覺得那個能量是可以影響整個團隊的 不管你今天是兩個人還是二十個人 裡面只要有一個人稍微鬆懈 或者是稍微好像沒有很投入 突然跳脫的話 這整個團體都會是有影響 就是看起來都是有影響 而且是看得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你們回去在修舞的時候 可以做這個調整 就是大家看起來是不是很一致 都是一樣的很投入 一樣的力道 或是你們要調整好每一個人的狀態 這樣子在舞台上才是一個很整體的感覺 這樣 然後還要講一個是我覺得開頭跟結尾很重要 因為開頭你音樂一下的時候 就是評審的第一個影響 然後不要去忽略就是開頭 有一些團體他可能開頭很簡單 但是好像跟那個音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就是音樂很精彩 但是這個開頭好像不夠精彩 然後結尾有一些團體也是稍微可惜了 就是會看到一個狀況就是前面很棒 但是到中後的時候 開始感覺就往下掉 然後那個結尾收得不好 就會覺得好像沒有提起一個感覺 沒有一個很好的結束 這樣 還要講一個 我還要講一個 等一下 好先這樣好了 謝謝大家 來 先到小黑老師之後呢 丁丁老師可以再補充 因為我也有這種鏡頭 就是突然想不起來的鏡頭 我想起來再講 我想起來再講 好 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把這個交放給小黑老師 請小黑老師來幫我們講評 要丁丁老師想起來呢 待會再補充 好 那個 謝謝各位老師 讓我有機會 有時間跟主持人聊天 好 那個 我今天比較看的重點就是 我很重視那個 音樂的聲音 對 就是 其實有些 有些組別的音樂 一聽起來就是 真的有好好的處理過 對 然後聽起來就會很舒服 然後讓舞者們在舞台上面的時候 有感受到那個音樂的力量 對 那 如果你的 比如說我們一個重音 聽起來就扁扁的 一點都不圓 但你的身體力量就打不出來 你打不出來 你就會弱掉 然後你可能EQ上面都沒有去調的時候 你整個聲音都是閃掉的 我相信你在舞台上面 可能跳起來就沒有那個 能量跟energy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要很重視這一點 不是 因為我知道你們可能就是平常練習 就會拿一台speaker 就開始練 然後其實並沒有很重視 音樂裡面的質感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它會影響到你的演出 所以你不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入圍決賽的團體 你要更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就是請你仔細聽 音樂上面有哪些地方可以再調過 讓它更漂亮 OK 然後再來第二點就是 我覺得 今天的參賽隊伍 在隊形上面的變化 都被框架住 就是 我總覺得 呃 就是很多的既視感 對 嗯就這樣 嗯就那樣 嗯嗯好 OK就是 大部分就是 很像 競技啦啦隊這樣 對 就競技啦啦隊的模式 我覺得 那種流暢度是有 是沒錯 但是 你就是被框在一個裡面 在走這個流暢度 我覺得 舞台這麼大 你都可以去運用啊 對啊 然後我覺得 這一點也是要去注意的 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到聲音嘛 然後我覺得舞者本身 就是 像有一些 有一些隊伍 他們就 比如說像那個 大專組 兩個人的 他叫什麼啊 不是 男生 兩個男 大的 都蠻辣的 哪一個 就是 對 比較後面那一組 是喔 好 OK 我忘記隊名 反正他們那個 他們的 他們的身體的那個 收放 跟音樂的聲音的收放 是完全一致的 喔 就比如說 你一個 蹭 對 你會收完 他不是 蹭 然後就停住 他是會 蹭 嗯 對像這樣子 對不對 OK 可是很多人就是 就是 就是你沒有把他走完那個 整個 程序 有沒有 程序 對 就是整個流動啊 或是聲音力量都沒有做得很飽滿 那 就會好可惜喔 你會浪費那個音樂 我會為那個做音樂的人感覺到很傷心這樣 所以你應該也要注意這一點 再來就是 我覺得 跳舞最重要的是 我們都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比如說 剛剛有一隊也是 那個翻白眼翻到實在是很極致 一出場就翻白眼到我會覺得 哇 重了 這個翻白眼就是重了 對就是 那個就是一個moment 就是 完全就是對 我覺得很多舞者就是 都會忘記這一點 你有很多重要的時刻 你沒有去做到 那個time 你沒有做到 你就是浪費 OK 然後 剛剛有個老師是小基老師嗎 就是講到 呃 你可能 速度或是力量上跟不到的時候 會反而是讓自己在上 舞台上面會糗爆 這樣 對 那是我 那我講的 OK 我幫你解釋好不好 其實你要講糗爆 對不對 好 是講扣分 比我還要狠 就是 其實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動作細節上 根本沒有去要求好 你的動作在細節上沒有去要求好 所以 你根本不曉得你的 速度啊 頻率啊 力量啊 到底在哪裡 甚至於有些人會跟不上 那那個腳步非常亂 那個腳步一亂就會像正妹老師講 就是那個 重心就會非常不穩 對 我也不想講那麼久啊 是主持人講 我講那麼久 我想要久一點 對 你知道我剛才還跟他聊到扯鈴耶 對啊 OK 好 然後 好 我覺得 所有的隊伍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 你們的頻率一定要一致啊 你們的頻率一定要一致 不是動作整齊叫 那看得出來 那你那個頻率不對就是不對 對 然後再來 你是一群人 頻率不對 就算了 然後去練 你是兩個人還可以頻率不對 那真的是各玩各的 你就是在台上各玩各的 那你要記得這是排五賽 這是排五賽 就算你只有兩個人 頻率也要是對的 我覺得這樣才是排五 好謝謝 好 謝謝我們所有評審老師的講解 丁丁老師有想起來嗎 想想不起來 被小孩老師講一個忘記了是不是 好 那我們 感謝所有老師這樣精湛的獎評 因為呢 不只是今天的比賽 今天只是初賽 我們未來呢 如果進軍到我們更高的殿堂 我們的決賽 老師 剛才幾點的都非常受用 另外呢 我們當然捷運杯的街舞大賽 還有一個正式賽 大家呢 今天不管有沒有進去 都還是可以繼續參賽的 所以呢 大家呢 還是要把老師聽的話 老師講的話 聽進去 那接下來呢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也就是 心臟BIG FONG跳 也就是要到了 我呢 就是要由主持人來公佈這個 入圍的名單 然後為了求公平呢 我現在手上還沒有名單的 我現在正要去拿 非常熱騰騰喔 表示非常公平喔 好 好 我首先呢 要來